静物画是描绘无法移动的日常物品 早在古罗马时代的壁画上就已经出现了 在描写神话、宗教或历史的画作和肖像画中 为了凸显主题 通常会在画里添加容器、书、花等物品 也会以此作为练习来提升绘画实力 不过16到17世纪从荷兰开始 静物画就成为一种独立的绘画类型 日常物品在画里成为了主角 在荷兰这个刻苦耐劳的新教国家里 宗教画和大型历史画的订单较少 反而流行适合买卖的小型静物画 人们会把在市面上或透过画家、画商购买的静物画 挂在自家的墙壁上 欣赏画中自己没钱买 却能用眼睛永远珍藏的昂贵器物 有种替代满足的感觉 以前昂贵却没几天就凋零了鲜花 看着画中不分四季的各种花都插在一个瓶子里 他们用眼睛嗅到了花香味 羊 出自荷兰著名的画家家族 布鲁赫尔家族 尤其以花卉静物画声名确起 这幅画里总共画了约140几种不同类型的花卉 就详详 战士 seventh 震惪